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啊 老公 我不会是要生了吧 别怕 老公陪着你呢 你与产期还有一个月呢 孩子大了 在肚子里折腾呢 没事儿 妈是过来人 她说没事儿啊 那应该真是正常经过 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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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总为了她辞职 她还好意思下来吃饭 薛总对她也就是完了而已 薛总一走了之 就是为了找个借口把她给甩了 对 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 所以以后不要再重复薛总了 我就是来找我女朋友 恭喜你 夏总监 才两年的时间 终于得偿所 我呢 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我跟你一起去新加坡 异地恋她不靠谱 我 我是去工作的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 薛雨明 我想问问你 在你的未来里有我吗 你有想过跟我结婚吗 我回答不了 有人说 得到的当下便是失去的开始 她查出这个病已经快一年了 一直不该让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雨姐 我把姑姑托付给你 我就放心了 她走之前跟我说 她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但是这辈子她活得无怨 因为她做了自己想做的选择 我以前还能重新选一次的话 你还是当时那个选择吗 你失恋了 我们每个人每天 都在做关于A或B的选择 不管怎么选 可能都不会太差 但也不必想得太好 一切皆有可能 等我们想好了下一段路程 也就可以好好和过去告别 我们分手吧 想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 去挑战新的结果 咱们合伙吧 咱们人生观价值观 确实有很大区别 夏老板这是你的电 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其实和我没关系 我们既然选择了一起创业 我们就要有危机感 要想得多一点 看得远一点 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你明白吗 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创业的好时机 你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 你再说这些 明天不要再上班了 哥哥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你 Sav在那儿 你 coment计渡了個课 你不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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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